梁又年 都跟你似的呀 案列学长几年了 我数数啊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争取考上海大的服装设计 谢淼淼 学长 你别数了 我知道 你准备什么时候跟梁又年表白啊 学长 可是学长那么优秀 我专得普通 总觉得表白会给他带来困扰 困扰就困扰呗 他那么优秀还会遇见你 说明他命中有这个结 还是说你现在没那么喜欢梁又年学长 暗恋太久变淡了 那我也试试吧 学长 学长 什么比较好啊 我上次不是把你的衬衫弄脏了吗 我就做了一件新的 学长 你怎么来了 这是 你不是在忙着参加设计竞赛吗 来 重建 好帅啊 想和他一起上课啊 我也想 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啊 也不知道学长现在在干什么 也不知道学长现在在干什么 明明学姐受伤了 她 她也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看到学长照顾她 我就是很难受啊 谢谢学长 我一会儿把钱转给你吧 我都 我都有点开始讨厌学姐了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努力学习 变得自信 我考上海大 加入美术社 转系成功 让自己成为更加优秀的人 这一切都是因为靠近你 学长 谢谢你 我应该早就告诉你了 我喜欢你 那里